想問你有沒有鼻敏感的問題 有啊有啊有 你是有的 有 間歇性會 鼻敏感的時候會有什麼症狀 會不斷流鼻水 還有鼻子很痕 不斷抓 主要是鼻塞 你是不能睡的 如果真的鼻敏感起來 是可能蓋皮那一下 掀起層都會打起來很久 伸三四包紙巾 會不會因為鼻敏感 遇上過什麼尷尬的事 有的 你知道我們經常化妝 你一鼻敏感 你打黑痴 可能滲到整個鼻紅 脫皮 又不上粉 忘記戴紙巾 你自己都有什麼方法 舒緩這個問題 早點睡 如果有時太嚴重的時間 我都會有鼻敏感的藥去吃 放一張紙巾濕水 然後就放入冰箱裡 冷藏五分鐘 之後拿出來敷著鼻子 就會舒服很多 又到了轉季的時候 相信鼻敏感人士一定受盡折磨 今次TOPIC就為大家請來 以鼻喉專科醫生 和大家講解一下 鼻敏感的成因和舒緩方法 鼻敏感其實是一種過敏性的鼻炎 本身是因為我們的身體接觸到一些致敏原 包括環境中的沉悶 動物的毛髮 花粉 致敏感 或者是真菌 這類的接蠻炎 導致我們的身體 產生了一些 我們叫IgE的抗體 這些IgE的抗體 就會誘發到 我們的身體的免疫系統 就會產生了一些發炎的因子 這些發炎的因子 就會令到我們的鼻腔的臉膜 會增加了分泌 還有一個腫脹 好像一個發炎的狀態 一般有鼻敏感的病人 都會有不同程度的症狀 常見的包括就是流鼻水 打噴嚏 鼻痕 甚至乎會有鼻塞 或者是一些鼻水倒流的機會 誘發了我們的喉嚨的咽喉發炎 也有些病人覺得 經常會眼痕 眼痛 甚至乎流眼水的症狀 如果我們長期都不去正視 鼻敏感的問題 會有很多生活上 或身體上的影響 包括就是容易影響到我們的睡眠 因為鼻的阻塞 會令我們睡得不好 也有機會鼻水倒流會刺激 我們可能會有一個敏感咳嗽 會經常咳嗽 小朋友自然睡得不好 就會影響到我們的發育 也會影響到他們日常生活 在大人來說 也會影響到他們的工作表現 嚴重的鼻阻塞 甚至乎也會引致到 有一個睡眠窒息的問題 而睡眠窒息當然 會影響到我們的身體 包括我們的心臟 還有血壓高 中風等的風險 而嚴重的鼻敏感 也會有機會引致一些急性 或者是慢性的一些鼻頭發炎 要好好預防鼻敏感 其實主要就是減少身體 對於摺氧的接觸 減少接觸有無動物 我們也需要經常清洗皮膚床單 我們的冷氣機 或者是空氣的清新機 隔層網 通常都需要清洗 減少這些沉悶的積聚 另外也可以做多一些大人的運動 因為大人運動本身 都可以幫助我們整個 上呼吸道 好像一個健康的狀態 亦都可以舒緩到 我們的鼻敏感 對身體的影響 有充足睡眠 吃多些有營養的食物 蔬菜、水果 這些基本都可以 令我們身體有健康的發展 減少有患上呼吸道感染 原來要改善鼻敏感的問題 主要都是靠日常保持整潔 遠離致敏遠 希望醫生的貼士 可以幫大家改善到鼻敏感的問題 我們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 太陽來改善鼻敏感的問題 閉嘹 來